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、大家好。 直此上海合作组织妇女教育与简评论坛举办之际, 我仅表示热烈的祝贺,向各位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。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, 20年来,各国姐妹秉承上海精神,交流妇女发展的经验, 推动各领域的合作,为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贡献力量。 我曾到访上海合作组织多个国家,揭示了许多接触的女性, 她们积极致力于妇女教育与简评事业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消除贫困、拥抱幸福是广大妇女共同的理想。 中国有句古话,受人以渔不如受人以渔。 接受教育,获得知识和技能,妇女就拥有了摆脱贫困的力量。 作为一个母亲,作为每个人生命中的第一任老师, 妇女更能把这种力量传递给后代。 经过不懈的努力,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, 中国亿万妇女彻底摆脱了贫困。 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,保障妇女公平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 让她们成为脱贫攻坚的受益者、参与者和贡献者。 有国家高度重视,社会组织积极支持, 各界人士无私奉献, 妇女教育减贫视野就有了源源动力。 在中国贵州省,当地政府实施了锦绣计划妇女特色手工产业, 对妇女开展培训带动50多万名妇女实现居家就业, 从事刺绣、腊染、编织等工艺品制作和销售, 用巧手创造出锦绣新生活。 春雷计划是中国的女童助学公益项目。 在这一计划帮助下, 300多万名贫困女童得以完成学业。 她们中的许多人长大后成为教师、医生、律师、科研工作者, 用感恩的心繁补社会,持续传递爱的力量。 怀着对妇女教育减贫视野的坚定信念, 许多人在默默耕耘,无私奉献。 张桂梅女士是一位扎根贫困山区40多年的人民教师。 她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。 倾尽全力帮助近2000名女孩子圆了大学梦,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。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。 当前,全球仍有4.35亿女性生活在贫困之中, 教育上的性别差距依然明显。 新冠肺炎疫情使女性减贫面临新的挑战。 我们要聚爱成行,久久为功。 各位嘉宾,各位朋友,让我们携起手来, 有一份热,发一份光,持续深化妇女教育与简平合作。 让教育之光,照亮妇女希望之路, 让更多妇女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, 让更多家庭收获幸福。 谢谢大家。